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为何李沁一直很少穿旗袍 看完她的旗袍造型 只骗人身材不过如此 一组女星李沁录制某节目的造型 只见李沁的节目造型是跟 以往很不同的旗袍造型 一头复古的卷发搭配上一件白色的旗袍连衣裙 看上去典雅端庄 气质冷清温婉 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李沁 据说李沁的旗袍造型是复现林徽因 不少网友一对比表示真的很像本人了 还原度非常高 穿着旗袍的李沁身上 还散发着一股浓郁的书卷气息 眉眼之间看起来相当的温婉动人 李沁一直都是娱乐圈的气质类型的美人 在他身上有一种冷清的气质 李沁作为昆曲出身 所以我也觉得他挺适合民国风造型的 气质更加出众 穿着旗袍的李沁举手投足间优雅大方 身上的气质隔着屏幕都感觉到非常的出众 说到旗袍这个单品 很多人的印象里都会呈现出大家闺秀端庄优雅的感觉 而且旗袍对于身材和气质的要求都是相当高的 尤其是浅色系的旗袍 李沁身上穿的这一件旗袍是白色系的配色 旗袍衣身上点缀的碎花刺绣同样也是比较小清新的 这种款式的旗袍对于身材和气质的要求更加的高了 让李沁的气质显得更加的温婉清新 白色旗袍的款式是比较宽松的剪裁设计 穿在李沁的身上刚好到脚踝的长度 这个长度的旗袍比起短款的旗袍更显得优雅 也更加显大气的气质 旗袍的款式也和经典的旗袍款式一样 添加优雅复古的盘扣设计 旗袍两侧都添加了侧开叉的设计 穿在李沁的身上更轻松打造出复古优雅的身姿 显示美好的身材 穿着旗袍的李沁身材看上去真是特别的苗条了 比例非常完美 但是这身材看起来有点太只骗人了 平常我们看到大多数女人穿的旗袍 都是比较修身贴合身材的款式 但这一件旗袍穿在李沁的身上 还是比较宽松的 感觉很不合身的样子 其实就是李沁的身材太苗条了 所以才会穿出这种宽宽松松的效果 缺少了那么一丝女人味 太瘦的人穿旗袍确实没有那一种 穿起来刚刚好的效果那么好 旗袍是比较贴合身材曲线的单品 它能够更加完美地凸显出女人的曲线美 像李沁这样穿出这么宽松效果的 身材真的是非常苗条的境界了 说是只骗人身材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但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优雅温婉的 搭配上复古的发型 典雅端庄 气质清冷 安静温婉 气质绝佳